少林内功之武拳 少林内功约可分为三步练法 在入手之初已先练武拳 所谓武拳者即龙虎豹蛇鹤无法也 自良代达摩禅师传先天罗汉拳十八首以后 直至金元时白玉峰披制入山 整理少林武技 加以研究有十八首而增至一百二十八首 于此一百二十八首法中更分为龙虎豹蛇鹤武拳 白玉峰之意为人之一身精力气骨神 需皆加以锻炼 使互相为用 使克真上乘 盖精不练不顾 力不练不强 不练不宁 武拳者既可以练经力气骨神之法也 骨创此武士使内外兼修 而达于化境也 虎拳练骨 骨之在于躯干所占之位置极重 骨若不坚则气力自无所失 骨必用虎拳以炼之 骨必用虎拳以炼之 炼时 取运足全身之气 使腰背尖时 闭腿劳壮 毅力充沛 起落有势 怒目强项 两手做虎爪之状 有如猛虎出山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